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这个是征求过牧师师母的同意 我不戴口罩 这样声音可能传出来更好一些 效果会好一些 非常impress 非常的感恩 真的是各位弟兄姐妹 真的这个同工会和牧师师母商量过以后 大家都开始戴口罩 坐着移民以外的这个距离 非常好 教会当中的表率非常好 感谢神 今天是第一次现场直播 我估计我们下一次我们自己的教会 下个星期也要开始现场直播 为避免这个疫情的发展 好 那么让我们先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您 感谢您的恩典将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各位在座的 和在屏幕之后能够看这个现场直播的弟兄姐妹 保守我们能够今天有这段时间 有这样的健康 能够有机会去敬拜您 这是您赐给我们的恩典 求您将圣灵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每一位所思所讲都同感一灵 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感谢神 那么 记得我上一次在这里面 讲到的时候 正好是新年一时 新年一时讲到 每一次每一年 都会有一个新的题目 有一个新的一个一个一个topic 而今年的很奇怪 也很奇妙 我从开始祷告 从去年十二月份开始祷告 准备我今年的奖章的时候 就一个很很奇妙的声音 在跟我讲 你要讲患难 要讲患难 而且说就奇怪了 说上帝啊 这个2020年那么不好吗 会出什么事呢 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 我说新冠病毒吧 这事好像也不是很重 2%的死亡率 不至于啊 但是呢 我选择顺服 顺服神的旨意 就说那好吧 那就讲患难 所以呢 上次来这个柜堂传讲信息的时候 正好讲了 我们如何在患难当中与神同行 那么没想到一出门 就是冰雹啊 这个这个冰雹已经大到 我太太看到了 我我没有看到 哇 这个真是有一个小的 小小球那么大 非常大的 那个最大的一个 但普通的也像是 这个这个这个tennis tennis ball那么大 很大 砸得我们这个车也坏了 大家的车不知道修没修好啊 咱们教堂的这个房顶修好了 后来修好 感谢神 我这个车也都修好了 感谢神 好多弟兄姐妹很担心啊 没事 大家的车 我看今天还有车上带坑的弟兄姐妹 这个没来得及去修啊 这个真的是讲患难 一开始2020年 哎呀 真的是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启示 但我相信 神一定有他的美意 一定有他美意 今天我在 网上在Facebook上 还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帖子啊 Facebook上写着 说 这个患难的降临 不是每一个都是要惩罚我们的 有时候患难降临 是为了让我们 能够有更大的blessing 更大的祝福 是为了清理 我们前面的道路 让神的祝福 更多地临到我们 所以我们在看患难的时候 有时候是要换一个角度 去看这个事情 所以接下来 我在我们的教堂里面 是又开了一个新的系列 这个新的系列呢 是学习在患难当中 如何与神同行 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 主要的题目 是讲为什么 在基督徒身上会有患难 当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应该是什么样子 是应该恐惧 是应该彷徨 是怀疑 还是坚信神 所以 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内容 而这一次 以及如果有机会 下一次 我再跟大家分享 我这一次尽量分享 全面一些 那么我们第一个 是要活出新的生命 如何与神同行 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 为什么 因为与神同行 是所有基督徒梦想 梦想来了 这个世界上 圣经上记载 只有两个人没死 对不对 与神同行啊 那是多么荣耀的事情 被神直接接走 与神同行 是我们大家 基督徒都想要学习 要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学习 如何能够做到与神同行 这个不好讲 内容非常非常的广泛 而且非常的多 我们只能一点一点的摘重点来说 与神同行 我可以 我可以这么说 一辈子也讲不完 一辈子也讲不完 太多太多的内容 我们其实紧紧的把它分成 四个部分 来去讲 我们今天呢 只跟大家一起分享 要活出新的生命 之后呢 下一章 之后我们会去讲 在神的话语当中建造 是否要花时间 更多的去亲近神 以及最后 如何用生命 去改变生命 这是我们 做基督徒 应该去做的事情 好 我们先 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如何活出 一个新的生命 在我们教堂 刚刚实行了几次的洗礼 那么 有很多新的基督徒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特别 想用这段经文 去激励大家 也是 跟大家重新 在讲台上 强调一下 如何你知道 有一天 一个声音在你脑子里 哗哒响了 你知道这个声音 到底是来自于撒旦的 还是来自于你自己的 还是来自于神的 这个我以前 在各个地方 都讲了很多很多次 重点 圣经上教过我们三点 下一章 下一章看一看 我又列出来几部 咱们把经文略过去 格勒基书第三章 再往下 好 再往下 下一章 好 谢谢 如何判断 这个声音 这个想法 这个决定 是来自于神的 而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 更不是来自于撒旦的 好 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 一个鉴别方法 这三条鉴别方法 如果是当中有新的基督徒 刚刚受洗的基督徒 我都希望大家能够拿这个尺子 去量一量 自己的决定 这样的话会比较踏实 第一 如果换作基督 他会怎么做 如果是 If it's Jesus What would he do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 是否 耶稣 也会同样去做 这个事情 可以滤掉很多 很多 很多事情 比如说 最近 去年的时候 就其实已经发生过 这样的事情 很不幸的是 香港在 闹的 很多的 有暴徒也好 是 请愿也好 两方 整个香港的市民 都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亲中的 一派是港独 等等 我们不说 谁对与不对 但如果我们 用这个尺子去量 心里面 都会有一杆成 What will Jesus do 当耶稣 被罗马帝国的官兵 抓起来的时候 他做了什么 他是起来反抗了吗 没有 他是说 我组织一个军队 一起把罗马帝国 推翻吗 没有 他甚至被罗马的 地方政府官员 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 因为他的死 因为他的死 罗马 原来的罗马 现在是 这个意大利 成为全世界 第一个基督教国家 所以 耶稣会怎么做 无论什么事 我只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大家自己去判断 遇到很多事情 我们都需要去想一想 What will Jesus do 第二 你这个想法 是否符合 整本圣经的教导 而不是断章取义 不是说拿出一段经文来 这个经文是这么说的 就对了 不 整本圣经讲的是什么 这是上帝要传达我们的信息 所以我们要看整本信息的内容 而不是断章取义 第三 你属灵的伙伴 是否有同感 所以去教会很重要 去小组学习查经 很重要 与你属灵的伙伴 尤其是属灵的伙伴 属灵的伙伴是谁 是你家里的那位 无论是你男朋友 你的女朋友 无论是你的妻子 或者你的丈夫 很重要 你的属灵伙伴是谁 他们是否同感一灵 如果这件事情 你不敢告诉你的妻子 不敢告诉你的丈夫 不敢告诉你的属灵伙伴 你要想想 这事到底对不对 这个脑子 这个想法 是来自于神的吗 还是来自你自己的贪念 你自己的私欲 还是来自于撒旦 所以这三条 是我们基本判别 这个思想和行为 是否符合神心意的 一个标准 大家说 这个不太好记啊 又说这个 又说这个 怎么记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 很简单 第一 是来自耶稣的 第二条呢 是来自于上帝天父的 而第三条呢 是来自于圣灵的 圣父 圣子 圣灵 你就不会忘了 对吧 基督徒 咱们基督徒弟兄姐妹 就记住 是否符合 圣父 圣子 圣灵的旨意 其实 在网上 我看到一句话 我把话题 往下去转 这个事情 讲过了就不说了 在网上说一句话 是什么呢 是说 OK God is always with us 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 哇 感谢神 But Are you with God 你与上帝同在吗 这个话很深 我们常常说 OK 上帝与我们同在 上帝与我们 对 这个一点都没错 上帝真的是与我们同在 他爱我们 无论你什么样 他都爱你 但你有没有选择 我与上帝同在 我要站在上帝这边 我不要去站在其他的 甚至是撒旦的那边 属世的这边 撒旦的这边 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 要学习的 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好 下一章 哥罗西书 第三章 第一章第四节 是这么说的 所以 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什么意思 你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是你收喜的那日子 和你最后被赎 最后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日子 你如果真的要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了 不要在思念地上的事 为什么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 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了 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这是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救恩 是白白给我们的 但我们是否要选择站在上帝这边 让我们的老我 与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里我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病人 也是基督徒弟兄 也是基督徒弟兄姐妹 他来找我看病 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第一次我记得 他说哎呀 万医生啊 怎么了 他说哎呀 可孙找到你了 我发现我读读经 祷告没不管用 我说为什么不管用 他说我吃吃不着 吃吃不下 睡睡不香 这个门都不敢出 车也不敢开 我说呦 我说焦虑症啊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焦虑症 他说我真的紧张得不得了 我说那你读的是什么 你祷告的又是什么呢 他说我祷告平安啊 我读基督从头到尾的 我在读圣经 我每一章每一节我都读了 我说对 这些都没错 这些都没错 但是他当时完全控制不好 后来通过各种各样的疏导 每一次到我这边来 都是一个 Longer point 我要跟谈一个小时 基本上就是讲一篇道 然后没有办法 就用你时间 我就用你时间 慢慢慢慢给你讲 到最后过了很多年 他平稳下来 很好 现在状态非常好 给他教会侍奉 换了一间教会 他另一间教会去 但是非常活着在侍奉 他现在回想起来 有一次他在电台采访他 他在回想起来 他说 他说万一生 我非常非常感谢你 当时说的那三句话 我说我说过什么三句话 我都不记得了 我跟你说了很多话 在你身上没少费 没少费口舍 他说谢谢你 谢谢 他说你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 你死了吗 第二句话 你死了吗 第三句话 你真的死了吗 他说对他的改变太大了 为什么 我们基督徒 往往说我们熟悉 我们同基督同死 同基督复活 我们真的死了吗 我们的肉体死了吗 我们的老我死了吗 我们那些属世的生命 死了吗 如果没死 你还会有恐惧 如果没死 你的信心 不足 如果没死 你不可能同基督 一同显现在神的荣耀里 很多的anxiety 现在这个社会 导致了很多很多的anxiety 为什么 其实根源 就是怕几件事 第一 怕丧命 这是最常见的 哎呦呦呦 这个地方不能去 害怕 为什么 现在新冠病毒也是这样 害怕 怕染上 但是这里面有另一层 新冠病毒是另一回事 因为你怕染给自己的父母 染给自己身边很弱的人 这样的话 你不愿意被这个骂名的 因为你 你身边的这些老人 却上失了生命 这个你说不了 所以我们保护自己是对的 但是以前 没有这新冠病毒之前 可是有很多很多人 你知道吗 很害怕 开车 那个速度比别人都卖很多 害怕 害怕出事 你怕自己丢命啊 还有怕什么 哎 怕自己的家庭受到损害 左保护右保护 第三 怕自己的名誉扫地 所以不停不停地 用谎话去遮盖自己的事实 恐惧啊 恐惧让我们没法 让自己的老我死去 恐惧就是在保护 保护保护保护什么 这个是要有什么 值得你保护的呢 有吗 Nothing 唯一的是爱神 是我们的灵命 是与我们同在的圣灵 会引导我们的灵命 我们的魂会被得拯救 而事实上没有一件事情 是值得你去焦虑 去害怕 去守的 他们都应该死 所以我问他那三句话 改变了他的生命 感谢神 这也是从一位老牧师那里去学的 我说 我今天用在你身上试试 果然改变 感谢神 有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 我们自己还有好多 没有死的东西 记得 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 是要活出 新的生命 记得我的世系牧师 万牧师 这个在 刚刚开始我受洗了以后 我就第一次参加他的小组 其实之前我就参加小组聚会 但是我是刺头 他们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 我太太在里面学习圣经 我都跑到外面去 看我自己的那些东西 这是完全是一个大刺头 但是终于有一天上帝 拿大棒子敲着我 让我受洗了 我顺服了 顺服了以后 我就真正开始参加小组 真正开始学习上帝的话语 但是万牧师提醒我一句 他说我们 我们学的不是上帝的话 我说那不是上帝的话是什么 学的是神的生命 我不明白 我一直不明白 之前 我说什么 这不就是字吗 这本圣经啊 这不都是文字吗 这个后来我开始慢慢的去理解 万牧师他教我的这个话 他说为什么是活的呢 我说哦 我有一点明白 为什么 因为说话的语气可能不一样 我读书 读圣经的时候可以说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或者我可以换一种不同的语态 或者很平稳 或者把标点符号换掉 这么去读 意义可能不一样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我发现远远不是如此 后面 我受洗之后七年 逐渐明白 到底神的话 为什么是生命 我们先看生命是什么 我们自己理解的生命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是什么 生命很简单 细胞组织 我们身体 我们身体是活的 这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生命 这我医生来说 这是我的最能理解的 那么 我们的肌肉和骨骼 都是活的 那不是废话吗 这当然是活的 对 我们的肌肉 每天都会产生新的肌肉 然后每天也会被destroy 一些旧的肌肉 旧的肌肉就没了 就化掉了 然后我们用这些分子 去测量肾的功能 肝的功能 等等等等 肌肉的功能 我们来用这些东西来测量 那么 所有的组织都是活的 还有一个我要举个例子 就是骨头 我们的骨头也是活的 骨头就是钙 对吧 骨头我们都吃骨头汤 挺好吃的 骨头有什么是活的呢 这都是活的 这骨头啊 它有成骨细胞 它有破骨细胞 也就是说每一天 我们的成骨细胞 都会拿着这个钙 在维生素D的帮助下 拿着钙往里去填 就形成新的骨头 然后呢 每一天 它还有有破骨细胞 破骨细胞干什么呢 把你旧的骨头 一点一点一点吃掉 然后排泄出去 排泄出去 这两个我们都是可以测的 我们看这个病人是否有骨细思松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 一种现象 这是骨头 是生命 有一点我特别觉得奇妙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骨头 它的成分是钙 钙并不是全世界最强的金属 对不对 这个钙并不是 这个钙 对不起一撞 哇骨折了 对吧 这个钙并不是很坚强的 那很强的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这个钙合金 对吧 钢 这个都非常非常强 非常强的金属 然后我们就幻想着 这个科幻电影也说 这个把这个人的器官都换成金属的 哇多棒 这个变成钢铁侠这个样子 拿着金属一换 这就不坏了 多好 其实啊 为什么没有做到呢 是医学上达不到吗 医学上其实达到不少了已经 为什么 我们做七关节智患 宽关节智患 这个五关节智患 但是宽节智患的时候 用的就是这些金属 根据你这个要求 根据你这个病人的特点 如果是你非常ethnic 它可能有碳纤维的什么什么 就给你选 很强 很强 但是 但是什么 所有的人工关节啊 无论你是什么金属 什么是飞船的金属也好 太和金也好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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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最多 十五年 过十五年 你就得再换一个 所以那个时候呢 在SARS的时候 我有很多同学 都是在冲在 当时在中国 冲在第一线 他们很多 因为治疗的缘故 这个 还要再换一次 为什么 因为它是死的 它不是活的 也就是说 你这个东西一旦坏了 你就坏了 再强的金属 再棒的车 你开十年 十五年 了不得 也得报废 为什么 金属坏了 金属老化了 再强的东西也不行 但人 上帝造我们的人 却不一样 一个很不起眼的 一个钙质 在所有的金属的 一个牌表上 很弱的一个金属 但是 给我们撑一百多年啊 对不对 很多老人 一百一十岁 一百二十岁 上帝说了 地上我们可以活一百二十岁 你这骨头用一百二十年啊 你不需要一天 一天到晚十年换一个 我换个手指头 谁听说过 没有 我换个这个 没有 全部是在一个细微的过程当中 每天不停的更换 每天不停的更新 改变出来了 因为他是活的 这就引到下一步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活的 对不对 我们活的是什么意思 要有进 要有出 没有进 没有出 你就不是活的 你是死的 死个当然一个 所以我们的灵命 也要在圣灵的引导下 在上帝的指示下 在耶稣基督的榜样下面 不停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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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下一章 包罗会提醒我们 所以我们要致死 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所以还是那句话 你死了吗 你得死 但人死得很慢 你知道吗 我们这些老的习惯 我们这些老我 是一点一点死掉的 而不是一下 哒哒就死 死了就好了 我跟你说 真的 真死不了 不停的都有那些东西 出来 是什么 是如我们的淫乱 我们的污秽 我们的邪情 我们的恶欲 贪婪 后面还特别加了一句 贪婪 与拜偶像一样 在上帝面前 贪婪 与拜偶像一样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 必临到薄逆之子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 活着的时候 也曾经如此 这是我们的老我 这是我们那坏的部分 是要去掉的部分 但现在 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脑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谎 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 和脱去旧人 和旧人的行为 不光是脱去旧人 还要脱去旧人的行为 穿上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 渐渐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所以我们整个灵命的生长 都是在学习如何去掉不好的东西 然后拿神美好的东西填进来 我们昨天去Costco买东西 不是抢购啊 抢购 这个已经抢过了 那天家里没手指 出去一看没有手指 吓死了 我的天哪 赶快买了一卷回家 现在手指定卖到三块钱 四块钱一卷 很过分啊 我在Costco买东西 我们就去买东西 突然有两个老外 你看呢 其实妈妈和一个女儿 从我们前面的车人很多 从我们前面走过 这妈妈呢 没戴口罩 这老外嘛 她就拿着衣服 折着 皱着眉头往前走 女儿呢 有一点智障 但是看到我们 人物是华人 我跟我太太 冲我们述中之 很不礼貌 对不对 很不礼貌 访华情绪很强 哇 这是为什么 我们当时就在想 这难道 因为我们所有的华人 是因为我们没戴口罩 还是因为我们就是华人面孔 他们会对我们这么的不礼貌 其实我们看现在啊 澳洲 到处疯抢 什么东西 抢得光光的 去LG 我们每一个星期 都要去LG 去买些东西 正常 离我们家很近 一看哇 几个货架都已经空掉了 哎 这人的恐慌 和贪婪 我们心中的愤恨 毁谤 污碎 随时都能够看得到 随时都能够看得到 所以 保罗会教导我们 不要以恶制恶 反而要以宽容 怜悯 怜悯 恩慈 温柔的心 彼此包容 彼此 饶恕 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有机会 吸收神 真正的生命 所以 保罗在这里劝勉 我们说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 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 与内人有嫌隙 干什么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为什么 主怎样饶恕 你们 所以你们 也要怎样 饶恕 人 所以 当时我跟我太太 宠她一笑 说一声 Hello Bless you 你好 祝福你 以恶之恶是一种方法 但是以善之恶 是另一种方法 结果完全不同 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 即使那些欺负我们的人 即使是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人 上帝仍然爱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要做圣洁的器皿干什么 我们是要把上帝的爱传出去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够以恶之恶 即使人家对你这样 你也会要说 Bless you 上帝爱你们 希望有一天 你们能够回转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 耶稣也会这样做 他会去爱 那些别人都不爱的人 无论他们是怎么样 对他如何的恶毒 耶稣仍然爱他们 不然他不会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 留下宝血 所以这是我们的耶稣 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例子 这是生命当中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例子 但是我们凡事都有选择的权利 凡事我们都可以去选择 神赐给我们的品格 神赐给我们的品格 有各种各样 在这里面只列了一点点 真的不多 要怜悯 要恩赐 要谦虚 要温柔 要有忍耐的心 但不是我们每天 每时每刻都能做到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叫一点一点杀死我们的老我 用新的神的东西来替代 我们这些老的东西 在这里面 我想把事情引得更深一点 讲得更深一点 我想讲两个病 这两个病呢 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两种疾病 我称之为异常生长 一种呢是非信种 非信徒 一种是假信徒 神的创造非常的伟大 所以 哎一下就全调出来了 没关系 调出来就调出来 所以在他的创造当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规律 我们不知道有神的时候 我们会从神所创造的这些东西 被造物当中 看出神的伟大 当我们知道有神的时候 很好 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你可以顺藤而摸瓜 反过来去看 去发现 哇 他所创造的一切 都有他的道理 都有神性在里面 我们就还说这个骨头 还说这个骨头 第一种人是什么样的人 第一种人是说 我不相信你们有上帝 你们做好事就完了 你也别跟我说什么佛 你也别跟我说这样 我无神论 我就觉得我这一辈子 好好的凭着我自己的良心做事 够了 我一点一点的把我身体里 这些不好的东西都去掉 我的骄傲我要去掉 我的傲慢我要去掉 我的贪婪我要去掉 我要有爱心 我要去帮助人 我可以做很多能的事情 说这不是不挺好的吗 我原来传福音的时候 就碰到过这样 我用不着 你不用跟我说 我已经做得很好 这里面有好多的误区 很多很多的盲点 但我今天只说一点盲点 是什么 你可以把你生命当中的东西 都去除掉 但是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营养 你补充的是错误的营养 也不行 补充是好的营养 才可以 你要补充错误的营养 或不补充营养 是什么结果 如果不吃不喝 这个骨头没有成骨细胞 它只有破骨细胞的行动的时候 那是什么病呢 骨质疏松 就是我放在左边的这边 骨质疏松 时间长了 尤其是女性 超过50岁以后 慢慢的这个骨质疏松 就越来越明显 为什么 因为你只破坏了 你生命当中不好的东西 却没有好的东西填进来 还有人我见过这样的 他说我呀 我信佛 我觉得你们那个讲的不对 佛呢都对 因为佛很宽容 在我们的佛学里面是这么讲的 你们的上帝也是我们当中的佛一个 我们都是佛 都一样 都是好的 这就像什么 这就像我有的病人 来找我看病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我说 我说你又骨质疏松了 这时候我们要赶快给你 要补干 补维生素D 还要刺激你的成骨细胞 然后抑制你的破骨细胞 这样的话 你的骨质才能长起来 他说 我说还有这样的病人 我告诉你是这么做 我不 我不这么做 那你怎么做 我知道 我说你这是什么 我要吃什么葵花籽 我要去吃什么 这个葡萄籽 我要去各种各样的补品 我当时下巴都掉下来了 我说你补的不对 你这些营养成分 在我看来 所有的营养品都是一样的 我说你要补钙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不 我补这心也是一样的 我补铁也是一样的 你看我肯定 我补完铁 我就有力气了 这个骨头 我要是用铁来替换 我的骨头多好 我说你的成骨细胞 是不会把你的铁 放到你的骨头里的 只会放钙 这是一种错误的 补的方法 最后成功了吗 没有 结果是什么 拒绝治疗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骨折了 骨折 小的简单 你要摔了一脚 啪 这骨折了 啪一下胸骨骨折 这边是骨折 这边还好 肋骨骨折常见 你要是腰上的 一下 你就瘫痪在床上 没了 你这下半辈子 就瘫在床上了 手术能挽救你们 未必 不是每一例 都能回来的 最好的方法 是防止骨折疏松 要给自己足够的营养 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 会认为自己的东西是对的 摆着正确的东西 不要 我要我觉得正确的东西 我研究过你们这些东西 我研究过你们那些东西 你们宇宙 你没有我了解的多 宇宙大爆炸 它就怎么回事 我知道它最清楚 真的吗 那么 你把一些错误的信息 摆在这个里面 对不起 结果仍然是骨折疏松 最不好 灵命上的结果是什么 风暴来临 断了 就是你 这是一种病 第二 是讲的是什么 有很多基督徒 有很多基督徒 我见过 也见过很多 学习神美好的东西 他知道营养是哪来的 在圣经里 读很多很多的圣经 出口成章 随时 那经文 当当当当当当当 说出来 没有问题 祷告 随时都可以祷告 说得非常非常好 你看哇 这个人很熟悉 但是 最怕你去了解他 你了解这个人的时候 你就开始说 哎呦 怎么回事 这个人离过几次婚 在家里面有家暴 在公司里 去一个公司 被一个公司炒掉 在哪都摘不到 一个朋友没有 哇 你是基督徒吗 我都开始打了一个 很大的问号 为什么 就让我想到一个病 就是我写的第二个病 你可以吸收 很多很多好的养分 但是你坏的东西 一个都不扔掉 一个都不致死 我留着 我攒着 我hold it 我把它都留着 结果是什么 有一种病 骨癌 成骨性骨癌 你只生成 你不扔掉 很可怕 长成一个怪胎 而这样的人 我们看过很多 这样的人 不仅仅是 他把圣经的东西 拿出来干什么 拿出来给自己当 挡将派 我做的就是对的 我到哪里都说 我拿圣经是干什么 是保护我所一切的老我 不去死掉 用圣经做挡将派 你看圣经 上帝里 上帝真的是很爱我们 让我们学习去辨别这些人 怎么辨别 你看他的果子就好了 凭他们的果子 你就知道 他是不是一棵好树 有时候我们看这个人 你看我也一样 别看我一天当晚 穿着人魔果样的 站在这讲道 你看我 你也要看我的果子 你要去了解我这个人 了解我后面是怎么样 然后我太太 问我太太 我是不是个好人 别问我 要看后面 你看他的孩子怎么样 他的孩子说他什么 他的父母说他什么样子 他是不是这么一个人 他的家里是不是这么一个样子 他的同事是怎么说他的 即使如此 还有一些人做的事情 早晚会被人发现 我也是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 让我很震惊 这个人表面很好 但是他是个同性恋 但最后被警察抓起来了 是一个这种杀人犯 一旦关在昆斯兰 你表面上看不出来 你真的看不出来 但是当你进入到他的生命的时候 你才知道我的天哪 它是这样的一个果子 那这棵树是烂的 别看他接出来的果子 表面上是光光的 你看他里面是什么 这样的人 好像在学习圣经的东西 好像是学好的东西 你看他知乎所以说得很好 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 很多人不仅如此 满嘴说的是什么 你去跟他深调的时候 告诉你 这个国家多么多么不好 这个政府多么多么不好 这个国家多么的腐败 这个公司多么对我们的不公平 哇 再看看他的生命 一样一塌糊涂 这样的人 只是拿圣经 做一个挡箭牌 用圣经去评判别人 去伤害别人 听起来也耳熟吧 这是谁呀 撒旦 撒旦 手吧 在古希伯来湾当中 撒旦这一词是 撒旦 而且经常 尤其是在越部级当中 说到的那个撒旦说 什么意思 不是一个人 是一种人 一种人是哪种人 是什么意思 是抗击权势的一群人 是你反抗的一群人 被称之为 The Satan 所以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出口要小心 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 变成了The Satan 与他同工 那就惨了 所以在圣经里 反反复复强调 让我们什么 要温柔 要谦卑 要忍让 这些人 耶稣早就说过 你不仅要看这个 树是否是好果子 有时候在你身边生长 你也没有办法 一个教会 永远都不可能 百分之百都是好 但是耶稣早就说过 掰子也长 麦子也长 收割的时候 上帝说了算 掰子会扔到火中去烧 绑起来烧 而麦子 要好好地留在仓里 这两种病 都不好 一种是失去错误的营养 或者自以为是 不吸收营养 一种是 只拿 不给 成为 神国的肿瘤 所以我们要注意 不要做这两种人 保罗说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不要彼此说谎 一定要脱去救人 和救人的行为 穿上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造他的主的形象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有机会 吸收神的生命 下一章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 饶恕 主怎样饶恕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 饶恕人 在这一切之外 还要存着爱心 爱心 就是联络全德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也为此蒙昭 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恩的心 这里的品格 我用红笔写出来 用红笔写出来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的品格是什么 要有怜悯 要有恩慈 要有谦卑 要有温柔 要有忍耐 而神赐我们的生命 最终我们要活出 神的生命的样式 是什么样子呢 我摆在右边了 这是神让我们 活出来的样式 因为神是什么 神就是爱 而爱的定义 是什么 大家好多都会背的 是吧 爱的定义是什么 爱的定义里面 是要说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爱才可能是永不止息 这是我们要活出来的生命 所以相比之下 我们生命当中 活出这样的品格了吗 患难 患难的来临 上帝之所以允许患难的降临 是要锻炼我们的品格 每一次患难 都会锻炼出我们新的品格 所以弟兄姐妹 在我们有很大的患难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成长 让我们如何能够活出 耶稣基督崭新的事 而且永恒的生命 好 让我们一起地都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爱我们的主耶稣 永不离弃我们的圣灵 我们感谢您 感谢您赐下宝贵的话语 浇灌我们干渴的心灵 求您引导我们 让我们懂得您生命的奥秘 懂得去除我们的糟粕 用您的圣言 生命充满我们 让我们逐渐用您的爱 代替我们的罪孽 活出基督的样式 荣耀您的圣灵 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Amen 感谢您的观看